這件事情以後我相信啊 我也希望這個美國政府 尤其是德州好好的檢討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也希望說 我們臺灣從這一件事情 我們得到什麼樣的教訓 我們先來講講全球現在目前的 整個氣候變遷之下 所造成的一個變化 因為不只是我們看到說不只是德州 因為德州只是一個 我們大家想像不到的一個例子 但其實呢 對全球來講 全球的整個氣候的暖化呢 非常的速度加劇 好 我們從一個數據來看到 就是它暖化加劇的一個極端氣候之下 我們從去年來看2020年 它全球的災損就高達了4.2兆了 那這個部分呢是 全球十大氣候災害所引起的災損 是高達了1500億美元 也就是大概是台幣4.2兆 這是最新的就是說去年總體的一個報告 所以它的加劇的速度其實是越來越快的 而且它災損的數額是越來越多 死亡人數就是說天災造成的死亡人數其實也越來越大 好 我們看到有一個是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所發布的一個數據 那這個數據上面呢 也看到 包括了全球暖化的一個情況所造成的 像是從2011年到2020年 也就是說這史上呢 是最熱的10年 然後剛剛我們講到就是聯合國的氣象組織呢 它認為說全球升溫的幅度在2024年 就是在幾年之後 有可能它會超越過巴黎協定所設的上限的1.5度 其實人類有沒有辦法繼續活在這個地球 它有一個關鍵的溫度是2度C 對 之前我們都認為就是那2度C 就是全球暖化之後 冰河融化 然後海水 冰河融化 還頻頻上升 這個北極的這些早氣被釋出來 萬古細菌被釋出來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什麼 看到加州的野火 每年燒 從北加州現在燒到南加州 澳洲一年燒到兩個半台灣的一個森林 然後說這樣子 現在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當極端氣候已經變成常態的時候 我們到底該怎麼辦 所以德州其實它不只這次的這個颶風的影響 事實上德州它是一個很脆弱的州 非常諷刺的是它是一個很富有的州 但為什麼說它是一個很脆弱的州 很脆弱 像休斯頓 休斯頓在 就短短的這二三十年之內被颶風摧毀過三次 所謂的摧毀是徹底的摧毀 我記得 很難想像的就是說那整個家園都是毀掉的 就是說在市中心很多人的家全部就是泡在水裡面的 其實我後來當然是在後去的 你還看到什麼呢 這個人都走了 然後就一個鑰匙把他的門鎖著 然後就告訴他 然後外面有個牌子說鑰匙放在什麼地方 你喜歡這個房子你就進來住 就是說他們基本上已經是一個沒有辦法抵擋 抵擋這樣的一個極端氣候的一個地方 那問題是他怎麼辦 其實我也後來因為 美國是因為那個颶風把德州 把休斯頓摧毀他們的住宅部 請我到華府去跟他們談怎麼樣防颶風 怎麼樣做修復 所以我記得我那一年去DC 在住宅部裡面副部長助理部長大概一二四個人 我去跟他們講台灣我們怎麼防臺 未來的都市應該要怎麼設計 哇他們非常的驚訝 他說你們台灣防臺做得比我們好太多了 所以我們防臺的知識還可以外輸出 當然可以啊 因為整套系統是在我手上把它整個兜起來的 後來他們就請我去休斯頓一趟 所以我後來去了休斯頓 跟他們的市長跟他們的眾議員 就開始談說那該怎麼辦 結果你會發現休斯頓這麼大一個城市 他沒有都市計畫 這個城市是沒有都市計畫的 德州非常的大 休斯頓也很大 就是說他的社區一直蓋一直蓋 而且他是一個新興的城市 照理來說他是非常有機會可以重新規劃 重新做一個現代化科技化的一個城市 很遺憾的就是沒有 他沒有都市計畫 第二個他基本上是一個乾旱的地方 所以他的雨水下水道的容量是非常小的 他的穿過他城裡面的幾個幾條河川 沒有像我們一樣做堤防保護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很難想像我去了休斯頓想說 哇 這是美國 這是一個最富有的一個州 所以我相信從這次的風雪以後 這個跟過去的這個整個的颶風 我相信他們必須要來檢討 重新思考 城市要怎麼設計 這城市已經不是可以用過去的概念來設計的 第二個你的能源系統要怎麼設計 非常諷刺的是它是一個產油的地方 它是一個產天然氣的地方 但是為什麼當你一個大風暴的時候 你的天然氣也出不來 你的油也沒辦法發電 居然又斷水斷電 因為他沒有想到他會復始季度 從來沒有想過 他沒有遇寒 因為不只是德州人沒想過 我想全世界人都沒有想過說 世界的變化 氣候的變化會這麼的快速 這麼的嚴峻 所以變成說我相信第一個他們要開始檢討他們的能源政策 第二個他們要開始防寒 第三個他們在考慮說我們是一個獨立的電網 到底正不正確 第四個事實上是從2000年開始科學學界的 尤其是歐洲 我跟他們開始在談一個新的概念 不要再迷信大系統 什麼意思 因為大系統你只要有一個環節出錯就整個系統全部 全部封鎖 你所謂的大系統是大數據 所有的 沒有沒有 就是說整個電網是一個大系統 就像我們過去是這個只要有一次地震吧 把這個中台灣的一個電塔給 摧毀 給摧毀以後整個 中台灣北台灣 北台灣斷電 對 這就是大系統的概念 所以未來在極端氣候以後 我們要開始談的是中系統跟小系統 就是說你要談的是英文叫做Flexibility 彈性 你如何射出你的系統的彈性 那這系統包括供電 包括供水 包括供暖 包括我們講的防災 包括我們的整個城市的規劃 你要談到的是它的彈性 第一個 第二個是你法規的彈性 就是你會發現當你要做的時候 這個科學技術問題你都解決了 下一個難題是什麼 法跟法之間是矛盾的 你現有的法 水 電 這個防災都市計劃 你會發現這法跟法之間都不起來的 你現在說的是美國 德州 全世界都一樣 就是法的介面 有沒有這個彈性 第三個誰來做 governance 誰來做 因為這件事情就在中央牽扯了半個行政員 半個美國叫做國務院 在一個市政府牽扯了好幾個專業 所以誰來做 第三個 那工程師誰來訓練 就現在已經是一個叫做跨領域 跨專業的工程師 我們學校裡面現在沒有這個課程 散告 吻 感谢观看